哈喽 哈喽 各位 早上好 现在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 今天我要前往世界上最孤独的道路 富货街道 美洲有三班航班直飞 从圣地亚哥飞往富货街道 要飞5个小时 3,750天 到了之后 我的酒店小哥来街舞 然后我们就确认了一下 接下来三天的旅行路线 休息了一下之后 我们就去了今天的第一个民地地 就是看这7个摩埃石像 他们是岛上的第一代移民 然后只有他们7个是面朝大海的 看着他们压的方向 剩下所有的摩埃都是面朝岛内 所有的摩埃石像 都是在1400年到1600年之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的头发 他的头发是红颜色的 和摩埃身体的石头颜色不太一样 材料也不太一样 现在这个岛上还有大概一万人 所有的这一万个居民 现在都是灯火在三座火山的上面 整个岛是由三火山培发之后形成的 我们就突发前往下一个 看过了他的第一代移民的移迹之后 我们就突发前往下一个部落的移植 因为这个岛上分成了很多个不同的部落 他们之间就相爱相杀 后来大家一起个屁了 你看这几个摩埃 他们就是背对着大海面朝着岛 并且所有的摩埃石像 他们都是会面对着水源的方向 他们脸朝向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水 当时的纳帕奴艺人也非常的聪明 他们用石头给自己修了个基设 叫哈利摩埃 然后还用石头做了纯水的可以种植用的 他们那些人把这个地方用这个火山石搓脚的这个火山石围起来 然后在里面种上菜 种上菜之后 它下雨这个水就会被储存在这个石头里 然后不下雨的时候 它这个水分就会慢慢的挥发出来 像一个自动灌溉的那种机器一样 这个呢是有点像钓花机的那种 所以他们会用柴火把石头加热 然后用石头继续去加热他们的石台 刻意把石头扶走 然后放入石头 然后这种石头 然后判断走了 这伤面只要有水分 在一场水分 那他会来用水分 在这种水分 然后鸡肉 乾脆 他在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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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他们的那个第一个国王 哈图马图巴 就死在这个洞里 然后后来这个 他的这个事物被卖给了 法国人 哈图马图巴 是他们的第一个国王 哈图马图巴 然后 这个是这个船 整个人就是一个 非常伟岸的海参波塞洞 这个形象 之前复活节岛上是有 很高很高的树木的 然后所有的物产 特别的丰富 但是经过这种 几百年的没有 控制的砍伐 不断的消耗之后 整个岛上就变成了今天这样 一无所有 曾经的天堂也变成了 稚固他们的牢笼 他们的图腾 从一六几几年之后 就从摩埃史象变成了 新的 动物鸟 他们每年会举办鸟人锦标赛 想像鸟一样飞出这个牢笼 每年的鸟人锦标赛呢 会从所有的部落里 挑出最强壮的成年男性 然后他们需要爬下一个几百米高的悬崖 之后游泳一英里 去另外一个旁边的小岛上 其实也是个悬崖峭壁 去那个悬崖峭壁上 拿到鸟的鸟蛋 把鸟蛋带在头上 再爬下悬崖 游回这个主岛 然后再爬上几百米的悬崖 就是这个小岛 他们要爬下去游过去 上岛拿到鸟蛋 然后原路返回 第一个返回 并且带回完整鸟蛋的人 就是那一年的鸟人 鸟人 并且呢 鸟人锦雕塞开始的时间 不是你冲下悬崖的那一刻 而是在旁边的丢出去 叫鸟人村 就已经开始 每一个鸟人呢 会分到一个这样的 你可以说是宿舍 或者是宿舍 然后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门 睡觉的时候 要把这个门关上 要不然别的参赛者 可能会进来 直接别出生命 让你不能参加比赛 这样的话 别人的成功概率 就会大一些 对 如果他们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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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鸟人村之后呢 我们就去 倒数第二个新的 彩石厂 彩石厂 就是他们所有的 木岸石像生产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是怎么生产 怎么被运出来的 整个岛上呢 是没有金属质品的 所以 所有的木岸石像 都是用坚硬的石头 去找软的石头 这样把那些软的石头 刻成木岸石像 这个是 不同的 部落之间的这个戒碑 然后我们就上山 看所有的这些 已经建好 或者半建好的 这种木岸石像 是 前面那个就是他们已经坐好 但是还没有运出去的 横着的那个摩埃 他们是把它坐好 然后再拉出来 想办法立起来 然后能让它走下山 然后那些看到的这些 一半的这些 就是导游说是之前 有一个泥石流 山地化坡什么的 就把它们都卡在那个中间了 他们就没来得及下山 然后这个岛上是 这个摩埃是2米到60米之间 2米到20米之间 这个 能看到这个 有一个条沿 从这开始到这 这就是20米的那个 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个有腿的 这个石头人 这15个石像1960年的时候 因为海啸地震倒了 然后后来日本人在九几年 92年过来帮他们就是把石像重新立起来 在96年最终完工 日本人帮他们修复这些摩埃 只修复了15个 第16个和第17个都在旁边 第16个呢就在旁边并没有被修复 因为可能是想保存它的原貌吧 想让大家也看到之前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第17个在日本的入口 之前被送到日本展览 因为我感谢人家友好这些嘛 然后被送到日本展览 展览之后就被送回了 这就是送到日本展览的那个 然后后来他没有给遮烂之后就给送回来了 第18个摩埃石像呢 在镇子上的海边立着 所以就没有摆放在这里 安天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也要踏上回程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临走了 居然还有礼物 我都想到把他的项链送给了我 然后他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像 他说他自己是纳帕奴义人 我是完全相信的 他长得和那些摩埃石像一模一样 nice meeting you too have a good flight it